國會大廈 電視塔失去昔日光輝 2022年夏季 黯淡的柏林夜空 反映的能源危機有多急迫 就怕天然氣吞不夠 大冬天真沒暖氣吹 民間掀起一股煤炭熱潮 一顆顆煤球會留下腦人的焦黑殘渣 碳足跡也不容小覷 以往是懷舊派重溫股宅氛圍的小眾商品 如今期貨可居 業者接單接到手軟 送貨卡車最快10月才有空檔 但哭等還是有風險 柏林北邊約兩小時車程 移出村莊 當地望族後代就臨機移動 想出很在地的供暖方式 賣慎的原木與其放著腐朽 不如用來回饋鄉里 地方反映熱烈 已經有約50戶加入 目前這個燒木炭供暖網路 正如火如土趕工 力聘在10月寒冬來臨前起用 大愛新聞秋凱文編譯 至於見 コメント 大愛